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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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似乎只是學過一種的原理 而裡面的那種雪種 很長時期用到那種叫做綠氛化碳CFC的東西 就會牽涉到最後成為溫室效應的氣體 所以在80年代我們有一個運動 就是要盡量減少這些壓縮氣體的運用 其實我們今時今日都還在用很多壓縮氣體 但是我們不再用CFC 我們就改了用HFC 就是裡面就將其中的一些綠 就是那個分子上面的其中一些綠 就改成黏一顆氫上去 那麼它還有一個效果可以變成有雪種 一般壓縮氣體的功能 但是這塊東西本身就沒有那麼相大氣層的 我們先前我們很久以前科學新資也有報導過 就是說在我們這30年的努力之下 似乎那個臭氧洞就真的我們隨著少用了這些綠氛化碳的雪種氣體 就是那個大氣層就補了一個洞 但是近日又好像補了一個洞的速度又慢了 因為有人又偷偷地去用那些綠氛化碳的氣體 那麼好了 你要去根治這個問題 那你可以問一件事 有沒有第二種制冷的機制呢? 那其實就是我們這一節最想說的東西了 那其實這個就不是很新的新聞 但是我又覺得是可以值得拿出來說 因為我會覺得它發表了在很重要的期刊那裡 還有我會覺得 看著未來如果有人把這個技術研發成功呢 它將會成為一個很節省電和很環保的雪櫃 那我甚至乎期待就是說 大家終有一天都會買一個這樣原理的雪櫃在你家裡 取代了你舊式的雪櫃 然後你自己節省很多電 然後你也可以是雪到東西 但是當然這個技術還沒有成熟的 但是這個科學新資我可以介紹一下就是 它是用了一個什麼新的原理來做制冷 那在這裏呢 一些可能本身你已經是住在北美 或者是住在英國的朋友呢 或者是住過的地方的朋友呢 台長可能你也知道的 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下雪不是很冷的 溶雪才是冷的 是啊 是的 溶雪 是不是 事實是的 是不是 事實是的 另外呢 在那些地方下了很大的大雪 如果你想清理那條馬路 令到那條馬路的積雪可以即時去清除的時候 會做些什麼呢 除了剷走那些雪還會做到一步的 撒鹽 撒鹽 是不是 這個撒鹽的動作呢 我可能自己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就聽過就是說呢 是直接令到美國東岸的車呢 是殘得快過美國西岸的車的嘛 因為呢 那些你撒鹽 那些冰就變成了鹹水 鹹水那一架車的車底呢 就很容易腐蝕的 所以就直接令到那些落雪周份 駕駛的那些車呢 那個內力呢 就是那個內用程度就比在那些不下雪的周份的 那就是有份在那些地方駕駛用車 那你一定知道的了 那這裡又來一提一點點了 但是說回就是說 下雪撒鹽那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你撒鹽下去呢 是什麼呢? 就是你強行令到那些冰要溶解 明明那個冰自己在那個溫度呢 是要是冰 要是固體來的 你撒鹽下去 它就會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了 迫著它溶解 就是說呢 當你強行加一些的鹽 我們如果或者用另外一個科學一些話講 你加一些離子下去 在一些已經結了冰的晶體裡面的時候呢 你會強迫它溶解 強迫溶解的意思是什麼呢? 強迫它吸熱 也就是強迫它制冷 其實就是一件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那個制冷的過程呢 除了我們將它給它 我們現在在那個雪櫃的冷氣裡面 就是將它給它任意地膨脹 那它就會 就是你將它減壓 它就會強迫地去 由液體變成氣體 然後強迫吸熱 強迫制冷 它就會這樣 那這個過程現在我們取代了它 我們就不如說 試一下用灑鹽的原理 來迫一些東西去制冷 因為你一灑鹽的時候 固體會溶解變成液體 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會在周圍吸熱 或者你可以用另一個說話說 它會在周圍製冷 我們一發覺灑鹽是有用的 然後那些東西變成溶解變成液體之後呢 我將那些鹽拿回去 於是乎就再等它散熱 等它又結回成為這個固體 再是將它的固體剁碎之後 推進去那個需要制冷的部分 再灑鹽下去 又再加上鹽下去 就是那個不停地灑鹽 和拿走鹽的過程裡面 就令到它有一個吸熱和放熱的循環 就是在這裡出現了 所以台長在這裡表現出來 在那個科學期刊那裡 它的標題寫著 Iano Caloric Refrigeration Cycle 就是一個需要用到離子 的這種制冷的過程 就由這裡提出了出來 現在是在去年的年尾 是登上這個期刊 但是最近來講 就開始這種技術 慢慢得到這個業界的留意 所以你說 會不會成為一個投資機會呢? 可能有 但是又要負責任報告一下 其實這種制冷的技術 還未發展得很成熟 我們現在研究到 就是說 它厲害到一個地步 你只需要給一福特的電 就可以將它的溫度降低28度 在那個好像模擬的那個 正常雪櫃系統裡面 用一福特的電 就可以將它的溫度降低28度 這樣其實就非常之厲害了 你想一下 如果我們正常的室溫 是30度 不要說是失溫 你是30度 你降到28度 就是說你已經降到剩下2度了 就是說真的是實際上可以在雪櫃做到的東西 我們現在的雪櫃其實就等於 將我們20多度的東西降到4度 或者某一些部分就降到零下18度 是不是? 所以你能夠將它用一福特的電這麼少 就可以降到28度 當然它這裡很多參數還沒有很清楚 我覺得它是初步展現到它是可以的 而且它很有潛質可以做到很省電 好了 問題是這件事情 是不是馬上可以取代到現有的技術呢? 又不是 因為這件事情要開著是很慢的一個過程 就是說你想它制冷它不可以制得很快 就是現在你買個雪櫃回來 你就算是新的雪櫃都好 由一插電到你真的可以放東西去冷 其實是說一個小時之內你做得到的 但是對於這些雪櫃似乎是沒有那麼快的 是說還要幾個小時 就是它那種能夠拿熱出去走的速度 都還有待提升 但是幾個小時 然後如果你相對於電費來說是很便宜的 是啊 是啊 就是你捨得等的話 它都可以是 就是會和你省電一些 所以為什麼這件事情在去年提出了之後 到今時今日這一刻 才在那些比較科普的媒體裡出現呢? 就是我猜有人開始看到這個研究初步的成果 它有一種叫做 就是可以準備去變成產品的一個投資機會在這裡 給大家看到 但是你說這裡 就是又要留意了 如果你問我 我就會馬上看一下 哪一家做電器的公司 願意去率先投入這種技術呢? 就要開始留意一下 未必的 因為你已經淘汰了 現在現有很多東西 是啊 這樣也是很麻煩 還有也是 它那家公司不是只搞雪櫃的 如果你有家公司 獨孤陰氣只搞這個雪櫃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搞得整天一定是大賺 但是好像那時候疫苗的時候 你Pfizer一樣研究到疫苗出來的 但是Pfizer賺的錢不夠Moderna那麼多 所以在這裡就純粹知道 似乎我們會看到 未來幾十年 我們連家裡的雪櫃 那種叫做非常之效能高 然後就是耗電低的雪櫃 我們有希望可以見得到 但是你看這個其實應該想到就是 我們如果是那個冷氣都是這樣做的 大家知道現在浪費田廢最多就是冷氣 為什麼不會用同一個原理去做冷氣呢? 都是那句 你那個制冷的速度可以去到幾快 還有你容易將它scale up 這裡有一個很微妙的分別 可能深水清的聽眾你會聽得出來的 我們如果在雪櫃和冷氣的制冷 我們用那種雪種 那個過程是一種由液體轉氣體的變態過程 液體和氣體都是流體來的 你要保持著它有一個流動是容易的 但是在今次這一種叫做 叫做Ienocaloric的制冷裡面 它是運用到固體轉液體的一種變態過程 那這種過程固體不是流體來的 所以你去怎樣把那些東西 令它在固體狀態之下去有效地流動呢? 那很可能你要將它變成一個粉末的形狀 那好了 在這裡又要留意了 我們知道在那個雪櫃的過程裡面 用那種雪種可以是叫做HFC 這些這樣的化學物質 那在這個Ienocaloric的這種新的制冷原裡面 裡面是用什麼來做雪種呢? 那現在它就說的是用一種叫 Athelin的Carbonase 就是這一種 英文說是讀化學的人 會很清楚一種很基本的溶劑來的 那它會結冰 它也都會正常地去揮發來去溶解 不是揮發 就是它也都表現到好像水一樣 是有種可以是由固態變造液態的過程 還有我想像它那種 由它裡面去加鹽上去 和拿走鹽呢 應該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如果你用普通水來去做呢 你由鹽水裡面想抽走那些鹽 我想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 因為你要直接把那些水去熬走 你才能夠拿回鹽 我想去選取這種新時代的雪種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 那件事結冰之後 容易被刺爛 容易變成一個 它的固體結構原來不是很硬的 很容易去粉碎它的 那這個就令它更加容易 變成一種固態的流體 另外就是說你在裡面的過程裡面 將那些鹽分分離出來 容不容易呢 我想也是一個很大的技術難關在這裡 所以在這種新的技術 我講到這個原理很簡單 實際上它用的時候 很需要留意就是說 它的離子或者那些鹽 由那種液態雪種分離出來的時候 容不容易 你將它混合起來很容易 但是你將它分離的時候 能不能夠做到有效分離 就決定了這個新的冷凍技術 它能夠做到多便宜和多省電 嗯 那你今天就 四節的科學爭議完成了 那大家一會回來 就會聽到這個科學回錄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 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